对于很多天天海着要建烟 却怎么也建不了烟的人来说 吸烟有害健康只是一句忠告 这远远抵倒不了香烟带来的诱惑 就拿我爸来说吧 建烟建烟也喊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还是每个月大概要消耗两条烟 所以我今天准备来做一个实验 两条香烟共400根 我让大家亲眼来瞧瞧 这一个月内你到底都吸进去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的实验材料很简单 一大一小两个塑料瓶 一根软管 一个抽风机 以及美工刀剪刀和胶带等工具 首先把大塑料瓶对半剪开 做成一个漏斗 然后在瓶盖上钻上一个小孔 接下来在小塑料瓶的瓶盖以及侧臂 也钻出一个小孔 最后就使用塑料软管 把它们给连接起来 做成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 这个装置原理很简单 在小塑料瓶顶部的软管里面插上一支烟 并且在一侧的漏斗里面抽气 这样烟就会进入水中进行过滤 它的原理跟水盐带类似 用来模拟我们肺部吸烟的状况 实验设备准备就绪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角香烟 我们首先拆了一条香烟 有200根齐刷刷的摆在桌子上 怎么样像一座小山吧 实验开始前 请你仔细看看瓶子里的水和软管 它们现在是非常透明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正式实验了 仅仅三根烟过后 塑料瓶里的水就呈现出非常淡的黄色 软管里面更明显已经被熏黄了 并且出现了细小的油滴 实质烟下来 软管上已经布满了黑色油污 瓶子里的水变成金黄色 为了加快实验过程 我们将实验地点转移到室外 用大公寓的吸尘器替代了抽风机 这样吸完一根烟只要30秒左右 在六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烧完了两条400支烟 尽管是在这么一个露天的环境当中 但是空气里面还是弥漫着 非常浓烈的这个烟味 然后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原先纯净的水已经变成了深褐色 然后室管上已经变成了黑色 咱们再来看看 一直在为我们工作的这个吸尘器 它跟这根管子的接口处 你看 虽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实验才进行到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还要将这个液体 拿去蒸馏皮唇 蒸馏半个小时 杯子的底部出现了咖啡色粘稠物 用玻璃棒搅拌一下 感觉上有点像糖浆 玻璃棒上附着着黑色的物体 等烧杯里面的水完全蒸发 杯子底部一边是类似于焦炭的颗粒 另一边则如同瀝青一般 碰上去还有点粘 有机物它在反应过程中 一种聚合过程 它会形成一种粘稠状的这些化合 所以这时候呢 它是一种高分子的聚集在一起的 这么一些含碳的一些化合物质 这些物质的话呢 跟严格定义的胶油不一样 也就是说抽烟时你吸进去的 可不仅仅是胶油这么简单 郭教授说 香烟的燃烧是不完全燃烧 有机物在高温下会聚集在一起 并不是单纯的某一种物质 而是多种物质的符合物 成分比较复杂 这些化合物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闻起来令人产生不适感 颜色混浊 而这些都是有害化学物质的典型特征 估计就是通过肺泡的那个 肺泡的这个表面就是生物膜 这些气吸收这个墙子穿过去过程当中 就对这个肺这个生物膜呢 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功能 所以使这个慢慢慢慢的 这个肺泡的破氧的功能就弱了 所以这样整体伤害是整体性的 整个整体数字会下降 如何添加好奇实验室的公众账号呢 首先在微信通讯录中点击订阅号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在搜索框中输入好奇实验室这五个字 点击搜索 你会看到搜索框里跳出这个蓝色的logo 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好奇君每天和你见面哟 感谢观看